早上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美都新闻 我是张曼曼 今天是11月18号 星期三 新闻的开始 带您来关注国内的最新消息 11月17日 索科威总统在中国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中国国院总理李强 并高度赞赏中国对印尼新首都努山达拉的投资兴趣 索科威总统高度赞赏首都努山达拉管理局与深圳的计划规划合作 即中国私营部门对印尼新首都努山达拉住房和卫生领域的投资兴趣 并希望中方能支持加快实现在努山达拉的投资 即推动在北加里曼丹开发绿色工业区 实现风能和太阳能电发电项目的合作签署计划 此外 总统对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的经济发展表示赞赏 并称中国已成为印尼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已成为印尼第二大投资来运国 两国合作有助于加长 以和平与稳定为主的地区与国际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